大家好,这边介绍的是宜兰县大同乡 嬴市村的蓬蓬温泉 我们行驶台七县经过松楼部落后 不久在路的两侧会看到许多盛开的樱花非常的壮观 您看,红片的路边的樱花林真的好漂亮哦 因为现在是二月,正逢樱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行驶台七县继续行进 看到的这座大桥是跨越捧捧溪的嬴市大桥 在距离嬴市桥不远的转弯处 有一座巨大的嬴市社区的牌坊 从这边进去就是嬴市部落 有一座树立在入口的方向指示牌 我们可以以温泉入口方向前进 我们可以以温泉入口方向前进 这里是嬴市部落的托尔鲁所 这里是嬴市村的紧急避难收容所行政中心 和英氏村的民众活动中心 这里看到的是烤火屋 烤火屋是英氏村村民 在冬天集体在这边烤火取暖之处所 里面的空间应该可以容纳数十人之多 建筑物使用本地的木材和竹子打造而成 局地原住民的风格 接下来看到的是隔壁的一家泛泛燃脂工艺房 部落道路的旁边设有漂亮的护栏 和部落事务的公布栏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远处可以看到一个换换长老教会的直立式招牌 这里是英氏部落的信仰中心天主堂 也是部落的集会所教堂 路旁看到泰雅族所类勇士和中国的塑像 在河堤的步道的旁边有一座 蓬蓬温泉落土石雕的字样 这里就是往蓬蓬野溪温泉的步道 您也可以选择更加的捷径 如果您是开车导航 请您导致一拜吉瓦斯生态园区 这样您就可以直接开车到蓬蓬溪的溪谷 接近蓬蓬温泉的落点附近去了 我们由一拜吉瓦斯生态园区前面的这条小径 走进去椰50公尺就抵达了蓬蓬温泉的落点了 当我们走到这边去 向右边看过去可以看到一些个人池的小型温泉池 您再往前走椰10公尺的左侧 就是蓬蓬温泉区的主要泡汤区 温泉的温度约在43度至47、8度之间 越上游温度就越高 这个温泉非常适合喜欢泡野溪温泉的您 来这边试试看哦 泡泡温泉的水质清澈无污染 水质是雪山山脉的变子眼温泉 泡温泉的水质清澈 Zither Harp mia 你們兩個昨天就來這裡啊 啊 昨天就來這裡啊 是啊 好厲害喔 呵呵呵 要準備住幾天 兩天 兩天了 兩天啊 今天早 好棒,這邊真的太棒了 從哪裡來? 台北 台北喔? 阿你怎麼知道這裡? 呃,才上次跟朋友來過 是喔?好地方 我第一次來耶 走過來看一下,謝謝 這裡是泛泛溫泉的那個 這邊是泛泛溫泉的A落點的地方 這邊的溫泉溫度很高 沒有人敢在這邊泡湯 這邊的水溫度應該超過100多度 沒有人敢在這邊泡湯 本影片非常謝謝您的觀賞 再見 這邊的缺點 是的 這邊是泛泛溫度很高